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很高興我們要來進行法律與生活 這門通識課 法律與生活 我們希望能夠向各位介紹 法律很基本的 重要的概念 與方法 並且希望透過一些生活化的案例 讓我們 把法學知識方法 跟我們的生活做一個扣合 而在我們這一整套教材當中 各位應該會在很多單元 看到我佩戴這一個項鍊 這個項鍊其實它是一朵木錦花 它是我戲上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俗文 送給我的 因為他說他覺得 我的教材裡面 有一種 溫柔的堅持 以及堅毅 堅韌的感覺 這就是木錦花的花語 在開宗明義的 這個課程介紹 我要先向各位說明 法律不是我們想像當中的那麼 生冷堅硬 法律 如果我們對它有感情 其實是 如果我們對我們自己 我們的生活 我們周遭的人 我們的社會有感情 那麼法律 它就是一個溫柔的 那為什麼要堅韌呢 因為所有法律的推展 都不是一朝一夕 隨著社會的演進 隨著價值觀的善地 法律 在很多人的努力下 而且有的時候 是在一些 悲傷的 不能順暢進行的 不公義的 等等的案例之下 它才緩慢向前 所以 我非常珍惜 我這一個 木錦花的項鍊 我的心中 有這一朵木錦花 我相信 在我的教材裡面 也能夠展現出一種溫度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我的課程介紹 這是一門通識課 通識課 我個人認為在大學教育裡面 是很重要的 甚至有人說 通識教育是大學的靈魂 那我們來看看 以往 著名的學者 對於大學教育的目的 有什麼樣的看法 劉滿先生說 大學的目的是要培育通達 而有修養與事件的文化人 在這樣的一個論述下 我個人認為通識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除了學習自己本科的專業知識 我們也應該去涉略其他學門的知識 特別是重要的核心知識 在核心知識裡面 往往我們會碰觸到人文關懷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德國 洪寶先生說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創造知識 所以通識課絕對不是一個更輕鬆的課 通識課仍然是大學的一門課 所以他的知識含量必須是足夠的 接著 Flexner 先生說 大學教育 應該研究與教學並重 我很 自我感到平安的一件事情是 在我的大學任教生涯裡 我從來 不敢說我有輕忽 我的教學 或許我的教學並不是非常好 但是他一直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部分 希望各位看完我的教材 也給我一些批評指證的意見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Yasper 先生很有名的一位哲學家 他說大學教育的目的 應該要忠於真理的探尋 什麼是真理 很難一概而論 那在我們的這份教材裡面 幾乎每一個單元都會去強調價值觀 有好的價值觀 有妥適的價值觀 我想 或許他也某一種層面的 接近真理吧 方才都是一些 國外知名人士 的看法 那現在我要引用 在台灣 很多人都知道的蔣勳先生 他在一篇文章裡面 所展露的 一些概念 作為我的 課程引言之一 很多人都說 通識教育是要培養 全人 也就是 是一個 全人教育 全人的培育 全人的培育 如同方才我所說的 通識教育是很重要的 那在通識教育裡面 我特別提到蔣勳先生 所講的美學修養 而且是在我們法律與生活 這一門課來引用它 蔣勳先生說 知識分子的美學修養 其實就是 人的本性的 對待關係 是一個人性情上的 包容 寬容 大器 是一種 關照與尊重 感情的敏銳 與理性的節制 我覺得這一些話 真的是每一位法律人 都應該要放在心裡的 因為其實在很多的法規當中 都是不同的 價值 不同的利益 在拉扯 立法者 立法者 最困難而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不同的利益之間 達到平衡 我們有很多單元 都會有 相關的 利益衝突 利益抉擇的呈現 在這邊我們並不強調 到底哪一個利益更重要 而是那個平衡 既然要達到平衡 所以每一種利益 都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 全部只看我 而全部犧牲你 這是不可能的 總是 互相妥協 互相退讓 在退讓的部分 其實 包容 寬容 就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這個包容寬容裡面 就是有一種 對於對方的 關照與尊重 在所有的法律裡面 都應該要有一個 敏銳的人文關懷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感情的部分 但是 感情太氾濫 絕對不是理想的 所以法律用條文加以明確的 有彈性但是相對明確的 規範這是一個理性的節制 所有好的法律 都要有 敏銳的感情 以及節制的理性 有這些調和 它就會是一個 好的法律 有好的法律 我們才能夠有好的 社會規範與生活 這是我們對這門課程 一個 通識的 想望 那除此之外 我還要引用一段聖經裡面的 詞句和各位分享 聖經裡面有一段話說 我若能說人間的語言和天使的語言 但我若沒有愛 我就成了個發生的羅或發想的拔 我若明白一切奧秘和知識 我若有全輩的信心 甚至能移山 但我若沒有愛 我什麼也不算 如果我有各種知識 而我卻沒有愛 如果我通曉所有的條文 而我沒有愛 那我應該也什麼都不算 我心中 以及我胸前的 這朵木槿花 常常提醒我 要有一個溫柔的堅持 這個溫柔裡面 應該有著 對於知識 以及對於 身邊的人 對於整個社會國家的 某一種愛 那我相信 我也希望在我的教材裡面 能夠展現某一種 這種愛的 關懷的溫度 好 那我們的課程要怎麼樣進行呢 我們的課程目的 如同方才我所說的 這是一門大學的課程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知識 所以透過這一門課的各個單元 希望 參與者能夠認識法律學 能夠透過我們的很多議題 或者教材學習多元以及理性思考 透過我們提供的 一些作業 能夠強化表達能力 書面的書寫 以及口語表達的能力 培養寬容的涵養 並且有 跨領域的學習 那我們的課程設計 每一個單元大概會包含 以下這些部分 首先當然最基本的是 台灣法規的介紹 用台灣的條文 立法目的 立法者考量的面向 以及取捨的基準 向各位做介紹 其次 我們會適度的介紹 相關的外國規定 外國法規的內容目的 該國 相關的一些社會文化或者價值觀 來做一個相對應的思考 其次 如同方才 我向各位呈現的 所有的法規 其實他都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的 滿足 一個面向的利益 他必須有一個妥協 所以 在每一個法規裡面 他一定都有他的範圍 以及他的限度 有時候這些範圍與限度 是理想的 有時候 這些範圍與限度是不理想的 因此 每一個單元 我們也會設計一些議題 讓同學做一些深入的探討 討論法律規範的得失 探索 相關的生活與生命的智慧 並且 研討運用各個學科的知識 共同解決問題的重要 其實準備這套教材 我們助教群是非常努力 與辛苦的 例如我們在 最後的一個單元 要講解人體器官移植 那我們也去爬梳了一些 醫學相關的法規 那難免就要去知道人體的 一些醫療相關的 一些知識 雖然我們能夠介紹的非常粗淺 但是這個就是呈現一種 跨領域的學習 我們的通識 我們的法律課程 每一個知識領域 其實都會和其他知識領域 銜接 那希望各位在看我們的教材之後 對於法律也有一定的認知 那我們的課程內容包含了公法 刑法以及 民法的部分 其實法律是非常浩瀚的 但是我們的課程時間有限 所以公法以及刑法是各一個單元 那麼其他有幾個單元 我們基本上是選擇民法從出生到死亡 比較重要的 一些可能會遇到的情境 向各位做單元的介紹 那在我們整套教材裡面 剛才我已經向各位報告了 我們會不斷的去 碰觸 價值抉擇這件事情 例如在我們的民法裡面 從 自由主義引發而來的 意思表示 要尊重一個人內心真正的意思 所以比方我們 去買一個東西 這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最常發生的法律關係 買早餐 買個飯糰 我想要用20塊錢買一個飯糰 這個是我內心 先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個是叫做效果意思 最終我這個買賣契約如果成立生效的話 我要給20塊 而超商要給我一個飯糰 這個是我們這一個 契約的法律效果 那通常 他會在我們的內心形成 這個我們在法律上叫做效果意思 那然後呢 我就會去超商 拿一個飯糰 放在 櫃台上面 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通常我會意識到我會發生法律效果 這個叫做表示意識 然後我會知道我正在做這件事情 我知道我正在拿飯糰 我知道我正在把他放在櫃台上面 這個叫做行為意識 這一些因為都是我內心知道我在做什麼 內心知道我想要發生什麼效果 所以這些稱為主觀要素 這個是我們在法學院裡面 一年級的學生要學的基礎 理論 基礎概念 但是當然在我們的通識課裡面 我不會這麼詳細的去介紹 只有在課程介紹的時候 我讓大家知道如果以後你真的 對法律很有興趣 那麼一個很簡單的買飯糰 我們是把它切得這麼細 層層來考量 但這是不夠的喔 如果我都是在心裡想 那這是不夠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要有一個 外觀可見的行為 我們今天如果作為一個第三者 站在一個超商裡面 那我們就會看到很多人去拿的東西 放在櫃台上 然後店員或者店長拿去刷條碼 然後說這個20塊 然後他們就完成了 他們的交易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作為一個第三者 我們去看一個買賣行為 其實我們通常只看到它 外觀可見的行為 這個稱為客觀要素 所以一個我們每天常常在進行的買賣行為 在法學理論上 我們是把它切成客觀要素 主觀要素一層一層的去看 它 有什麼任務 發生什麼效果 那為什麼我在這邊特別提這件事情呢 它其實還有一個意涵在內 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這邊 要用 我們剛才說有三個主觀要素 那主觀要素裡面的行為意識 這件事情我要在 我們的課程介紹的時候 稍作論述 我們剛才說行為意識是 行為人為表示動作時的自主意識 也就是我知道我現在正在做什麼 我知道我現在正在放飯糰到櫃台上 那這按照我們目前在超商購物的 社會認知 我只要把飯糰放在桌子上 店長 店員就會知道我是要買飯糰了 他就會拿去刷條碼 所以我知道我正在放飯糰到櫃台上 這個 就是 我的行為意識 我知道 我在圍動作的時候 我有對這個動作的 自主意識 因為我有 這樣的認知 所以 我才會發生法律效果 那今天如果是一個睡夢中的舉動呢 我夢遊 夢遊 那夢遊的時候我是什麼都 沒有意識的 這是我一個動作 所以如果我們在超商看 你會看到廖老師去拿了一個飯糰放在櫃台上 所以客觀上會認為廖老師要買這個飯糰 可是如果我是在夢遊狀況的話 其實我內心是一片空洞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價值抉擇了 是要保護超商呢 還是要保護我 如果要保護超商的話 那麼我們就不需要行為意識 縱然欠缺行為意識 這個買賣契約 還是成立生效 那這邊 各位可能就會覺得 到底要保護誰 我再舉一個例子 說不定會更清楚 身體受到直接強制的行為 我這邊要強調一下直接這兩個字 直接 他的情況 舉一個簡明的例子就是 如果我有一塊土地這是 祖傳的土地 所以無論如何我都不想賣 但是有人很想賣 他很有利 這個很有利是各方面的 他很有錢很有資歷 還有他空無有利 所以我根本不想買 他就幫我寫了一個 買賣契約書然後強拉著我的手 然後去蓋紙印 我的民法是規定 如果蓋紙印然後有兩個人簽名作證說這是我蓋的 我簽的契約 那這契約還是有效 所以他強拉著我的手去蓋紙印 我知不知道我正在蓋紙印 知道嗎 但這個是不是我要蓋的 不是啊 這個時候 我是無法反抗被 強壓著 去蓋紙印 講白了我好像就是一個印章而已 講白了我就是一個工具 所以在這邊 德國 我們這邊是承襲德國的 學說理論 德國認為 如果欠缺行為意識 這整個 意識都會無效 也就是說這個行為意識 它是一個必備要素 如果欠缺了 就不能成立 整個買賣的 或者整個契約的意思表示 我想如果用剛才身體受到直接強制這個例子 各位的價值抉擇就會很清楚了 有人這麼可惡的強拉我的手 強迫我賣主產 把我當作一個工具一樣的去蓋章 那法律當然是要保護我 我明知我在蓋紙印 但這個蓋紙印是毫無意義的 法律應該讓 這一整個 意思表示無效 保護我的 表示自由 保護我的 內心爭議 不要讓一個工具 發生法律效果 我想在這邊 大家都會覺得 這樣的價值決則 很明確 很妥適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價值抉擇 在我們的刑法單元裡面 我們會談到 刑事責任與保安處分 我們在錄這一套教材 2019年底到 2020年 初 剛好 在這之前幾年有 小燈泡的社會事件 我們在錄這一套教材的當下 也有一個南部的殺警案 正在 法院判決程序當中 那這邊就牽涉到 如果 行為人 因為 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 導致他不能認知 真實世界 他不能做一個 好的判斷 那很嚴重的情況 他就會像是 整個 心智喪失 他像夢遊一樣 他像被外星人控制 拿刀殺人一樣 如果今天我被外星人控制 拿刀殺人 其實我也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不是嗎 所以近代 立法者就覺得這個是不要處罰的 不法 不法我們 在刑法單元會去 特別 強調介紹 它是一個 不違反法律 也就是沒有犯罪的行為 那這個社會大眾能夠接受嗎 那我們有相關的規 我們有相關的介紹 在刑法單元裡面 那如果這邊不法的話 其實法律是 還會繼續關照他的 所以我們在刑法單元會繼續介紹 如果因為剛才十九條而不罰 但是行為人可能有再犯或者有危害公共安全之餘時 那麼法院可以宣告他應該被監護 那這個監護如果是有 例如 思覺失調精神疾病 那麼就要令他入 這個 精神病院 醫院去治療 這個是一個監護措施 但是這樣的監護 按照刑法的規定 最長 就是五年 那我們接受 這樣的規定嗎 這個又是一個價值抉擇 法律 是 價值觀的展現 這個是我在我們法學院 不斷向我的學生們說的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先生曾經說過 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 我把它強化 經驗的內涵在價值觀 這張投影片 其實也是我們教材 法律解釋那個單元裡面的 很重要的一張投影片 我用以上的一些簡短論述 作為我們 課程 介紹的 一個開端 以及 希望能夠帶領各位 進入我們的課程 我們的整套教材 都會探討 價值觀 價值的抉擇 但是我們不會幫你抉擇 我可以教給各位法律的概念 但是 我不能 跟你說 什麼價值觀 才是最好的 這是所有法律人 終極的挑戰 我們很容易可以學會法律概念 但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 什麼樣的價值觀 才是最妥適的 這是很困難的 讓我們一起 點選 第一單元 進入我們的教材吧 我們在看 下一個 通知 八 七 六 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